整齊劃一通過司令臺 黃埔百年校慶十六號將登場 日前舉行全兵力預演 由國防大學女性官校生組成 兩個正部連參與提政部 雖然以前有女性官校生 提政部記錄 但正是首次編成兩個連的兵力 接受正部教育成為一大亮點 但國防部長顧麗雄日前說 未來將取消軍校生提政部 因此這次操演可能是空前絕後 另外校慶也將展示黃埔 南京 成都 鳳山四十起的校服 象徵正統性 三軍統帥總統賴清德 到時候也將全程參與活動 而這一回校慶慶祝 擴大辦理 也是要抗衡中國搶黃埔百年話語權 不只退伏會主委嚴德發日前透露 會有超過萬人參與我國黃埔校慶 軍方也將安排友邦瓜地馬拉巴拉圭軍校 以及美國北喬治亞大學校旗隊參加 更傳出美國國旗將通過 觀禮臺向校慶致敬 透過與美國等國軍事交流 彰顯臺灣是民主聯盟 共同防線的一員 到我們國家來參加黃埔校慶 都是值得慶幸及鼓勵的 代表我國以其他國家之間 黃埔軍校有非常友好的往來 跟各國交流互動 凸顯臺灣走在民主道路上 正統黃埔精神 在臺灣鳳山持續發揚 參數黃埔介入台北參謀島